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阴阳魔界2002》升级 金发妹是一个十分可求完美家庭的主妇 她希望丈夫儿女都变得优秀 甚至希望狗狗也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 终于她说服丈夫搬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大房子里 看着墙上的全家福,她非常的开心 但是下一秒,兄妹俩的吵闹就打破了金发妹的美好幻想 丈夫也牵着那条不听话的狗狗走了进来 狗狗甚至刚到就在壁炉旁尿尿 这让心情本来很好的金发妹有点崩溃 立马起山要去清理地板 狗狗突然走了过来 然而她却变了一个品种 金发妹以为丈夫又买了一条新狗 丈夫却说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养的那只 金发妹以为丈夫在开玩笑没有在意 继续去清理地板 没想到全家福里的狗竟然变了个模样 这彻底吓坏了金发妹 以前的照片也全都成了现在这条狗的模样 金发妹坚定地说那不是自己的狗 她去寻找闺蜜的帮助 闺蜜却劝她说可能是压力太大导致的 这只狗就是金发妹一直以来养的那只 金发妹只好试着不去在意她 到了晚上两夫妻想亲热一下 但是金发妹一想到那只爬在自己门外的陌生狗 她就无法惊下心来 严重影响了夫妻关系 第二天家里的兄妹俩在吃早饭 儿子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同样的照片里的儿子也变了 就连女儿也是 直接吓得金发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她看着这两个帅气美丽 却陌生的孩子 有些迷茫 丈夫只好让孩子们先去上学 然后安慰金发妹 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是金发妹情绪非常激动 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化 万一丈夫也变了该怎么办 两个人深情拥吻 但下一秒 丈夫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金发妹彻底崩溃了 陷入绝望的她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 直到闺蜜找上门来 但是闺蜜也觉得 是金发妹自己的问题 在闺蜜的鼓励下 金发妹下楼发觉真相 但无论怎么做 家里的一切都在产生别人察觉不到的变化 然而闺蜜却说 她现在的一切 都是每个家庭主妇梦寐以求的 想到这里金发妹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决定自己试着去适应这个新环境 习惯着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事实证明她做不到 她无比怀念自己从前的那个家庭 冷静过后 金发妹发现 现在这几个陌生的家人 竟然在商量着要把自己送到某个地方去 金发妹吓坏了 立刻打电话给闺蜜求助 却无人接听 眼看家人就要走过来抓住自己 金发妹赶紧开门离开 却走进了一个诡异的空间 穿过这个通道 再次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大房子 金发妹绝望的求救 她看着墙上的全家福 就连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 只不过这个全新的她 务必享受着眼前的环境 画面一转 这个诡异的家庭故事 竟然是一个小女孩玩的电子游戏 金发妹追求的完美 让自己成了完美的替代品 这种放弃一切的完美 真的值得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